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再一次的在今天 我们要和吴哲方吴博士 带给大家这有机缘地 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就是二月份的 我们第二集第二次的节目当中 和吴博士一块来看一下 在现在我们这个瓜谱啊 这个菜谱瓜苗果树 我们到底现在应该怎么样子来做 怎么样子来安排来计划 然后呢大家在今年 真的有一个丰收年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都能够自给自足 我记得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讲的 好的那我们先欢迎吴博士 吴博士欢迎参加你好 每天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吴博士 今天我们又要再继续讨论了 关于在菜谱瓜果这一方面的讯息 虽然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吴博士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在现在应该可以做的 要做的事情 不过我想能不能请吴博士 再分析一下好不好 我们再谈一下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做的事 可以可以 我常常在讲 就是说真正这个冬天啊 它是从这个 Fansgiving前后开始 也就是说大概从11月初 大家就要提高警觉 为这个冬天做准备 然后这个Huston的冬天 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一般来讲到3月初到3月中 这段时间 所以说从11月初到3月中 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 寒流随时可能会来 当然在不正常状况下 Huston的寒流曾经到4月还来过 可是一般情形在3月中 就会结束 那在这段时间 11月到3月之间 哪一个月的这个平均的 那个温度会低的 应该是2月份 我们在这边的话是2月份 温度会不会低 但是低的话不会说极低 就是一般就是弱弱的 大概就是说32度上下 这样子顶多顶多不会跑到 跑到二十几度这种情形 所以说我们 我常常就称说 这样子的寒流就叫弱的寒流 这种弱的寒流 你如果说只有32度就冰点的 上下这个温度的话 一般在2月份的话 它都是怎么样呢 它就是因为一般 每天的最冷的天气 应该就是清晨 那个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嘛 那这种弱寒流 有一种共同的现象 它这个温度低下来 顶多是只有到 维持一度到 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所以说就是冷天 冷的气温 一下子来 一下子又走了 因为太阳出来 它就 它温度就上升 所以对于菜人 对于这样子的 所谓的弱的寒流 我们一般的话就 如果说你 我们朋友就是说 有提早把这些菜苗 送到地上的 尤其是春夏季的菜苗的话 放到这种弱寒流 要防护 防护的话 就会比较轻单 我们可以就是用那些棉布 轻的棉布 塑胶布 还有这种 被单 我们不要的那个防单 被单 甚至是不要的这个毛毯 旧的毛毯 稍微盖一下 轻轻地盖上去就好 那如果说怕 我们有听众就说 这个盖上去 会不会把它压断了 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担心的 因为那个苗床 有的高有的低 长出来 有的可能长到三寸 有的才两寸 然后这个盖下来的时候 就算长三寸 都还是很嫩 很嫩 很娇嫩的 就怕这个一盖下去了以后 压断 就压断了 灯打开了以后 一看 哇 一半都已经壮烈牺牲了 所以我说 我们 胡主播内 谢谢 这个就是我下一句 要讲的话 所以说像这种情形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 这盖的这个布 太重 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说 看看用砖块 花盆 在这个菜股中间 它会撑住 这样子盖下来 就不会直接碰到这个菜苗 而且就是说 让菜苗跟这个盖的布 有一个空间的话 它更能够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 那有的时候就说 这个弱的寒流 常常伴随 那个风会吹 那风吹的话 你如果说床单被单 太轻的话 它可能会被吹掉 对 所以说除了底下要垫 垫高一点 上面在那个 太普周边 你应该用 也是用砖块 或者是花盆 稍微把它压住一下 那因为是 只有一个晚上的 所以这个很容易的 就是说 就可以熬过去 那也因为就是说 这个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提供的 这个防护的话 能够越简单的方式 越好 因为一个晚上 又要拿起来 那可能再过两三年 又有一次 这样子 不要弄的这个 就是说重装备的那种 重装备那是 对付这种 就是说 特别冷的 那Huston这边 特别冷的 最常见的是 28度 可是这两年来 都是到 那个十几度的 所以大家心里有 我们现在开始 种菜的时候 那寒流来的话 可能会很冷 所以也就是说 重装备的这个 防护的这些材料 也要准备 那清装备的话 那大概就是 我们就地取材 家里不用的 这些备单 毛毯 通通可以拿来使用 甚至窗帘 也可以使用 那如果说 朋友们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怎么办 大家可以考虑到 那个Harvard Flight 这是一家 那个算是五金行 在Huston 很多的那个分店 那里面 常常有那种塑胶布 蓝色的塑胶布 它有各式各样的 而且卖的很便宜 所以我平常的话 我会去看 它常常在打折 你可以用Google去一下 做Harvard Flight 然后看看哪里的店 靠近我们 你如果去注册的话 注册它的网站 去注册它们 这一家的话 它往往会把这些打折的信息 用那个email送给你 或者是有脸书的话 它也会在脸书上面 全部这样子 这一家的话 我觉得是最便宜的 大家可以考虑 好 那现在就讲到这种 对于这个 若寒流的这个 这个保护 另外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 曾经讲到 这个菜谱 菜地 这个土壤 怎么准备 我们要加几肥 这些 蚕蚕蚕蚕蚕 要两次 一次大概 晒个一个礼拜 这样子 所以说 个别的这个菜谱 的这个准备 还有瓜类的这个苗松 怎么准备 我们都已经讲到了 对 那还有一个 更高层的 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说 我这个菜 我通通准备好了 我到底要把这个菜 种在哪里 那这个的话 不是 菜园里面的菜 不是随便乱种 最好要考虑到 这个所谓的 就是要考虑到方位 就像我们盖房子 有时候要考虑 那个方位 一样像风水 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菜园 也有我们菜园的 这个风水学 那菜园的这个风水的话 你看 我们住家的风水 我们要注意采光 我们要注意通风 对不对 一样的 菜园的这个风水 一样要注意采光 要注意通风 好 我们知道采光跟通风 这个是要件之外 我们现在就要考虑 所谓的采光 那我怎么知道 那菜园不是都在外面 光线都很亮啊 对啊 都是大太阳底下 这个露天放在那儿的 我们总不可能把菜园 放在拍调里面嘛 没有错 可是在这个 同样都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我们要让这个瓜果 蔬菜得到最多的那个光线 对不对 好 那最多的光线 我们就要考虑到 太阳的 在夏季或者是冬季 我们太阳 早上是怎么样升上来 然后下午的是怎么样下山 我们的话 如果说对家里的这个 这个方位不太清楚 就是说太阳到底在 上来的时候 会在你后院的哪一个方向 照进来 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边就 我就提供一个 概略的这个观念 一般的话 我们大概 那个 春夏季的太阳 大概是在我们的东北边 早上 OK 不是正东北 从东北边上来 然后大概西边 到西北的地方 下去 好 那秋冬季的话 它会从我们的东南边上来 然后大概在西南边下去 它一般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这个概念以后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排 让蔬菜瓜果 能够得到最多的阳光 我们就是偏北的 我们在蔡谱 我们一开了以后 这个理想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的蔡谱 是一个东西的走向 就是蔡谱的这个排列 是东西的走向 那东西的走向 每一个蔡谱 这个蔡谱排列以后 它可以从北到南 对不对 这个靠北的地方 要种那个往后 那个植树会比较高的 OK 比较高的种在北面 比较相对比较低的 种在那一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如果说要种玉米 那玉米当然是 或者是豆类 我们当然是种靠北边 因为豆类跟瓜类 它要大价值 垂直 就是说立起来的这个价值 它会很高 所以那个种在北面 然后呢 比如说空心菜 线菜 这些呢 种在南面 比较矮 韭菜 种在比较南面 这样子的话 你想想看这个 太阳一上来 下去的时候 这样大概 整个白天 通通会照到 你不要把这个 低的 就是说高度比较低的 比较矮的这些蔬菜 种在高的 北边 比如说我 我玉米 如果种在南边 然后旁边种个 那个 那个空心菜的话 你看会有什么结果 到这个 这个 大部分的时间 那个空心菜 会被那个玉米 当到 就种在 遮阴的地方 这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说采光 那这个通风的话 一样 我们种 种这个菜的时候 一定要 容许 蔬菜 生长 有足够的空间 它这个 通风 也就是说 表示说 蔬菜的间距 一定要 最小的间距 不要种的密密麻麻 种的密密麻麻 在土壤之下 它根部 它互相竞争 它养分 不太够 它会长不好 那在地上部分 你太密的话 不通风 那些疾病就出来了 除了这些 黴菌之外 病虫害 就会出现 病虫害出现的 机率就很高 所以要通风 就是说 一定要让那个菜 种的稀稀素素 就好像 人也一样 对不对 你人 你搭电梯的时候 如果整个电梯 就是说 很拥挤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难过 如果是一步电梯 本来可以容纳 最多十个人 我只坐个 三五个人 五六个人 我觉得很轻松 如果说 十个人的电梯 一下子几个 十五个人 你看看 大家受 大家受不了 很不舒服 种菜也是一样 那这个就是说 有关这个菜 在这个菜谱里面的 这个安排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们还要有这个 这个轮根的 这个观念 就是说 我这个 同样一个菜谱 尽量 就是说保持 不要连续三年 种同样的菜 那就是考量我们 后院的菜园 这个菜地有限 那所谓的 同一个菜谱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 我今天开 今年开这块地 明年 我后院的 另外一个地方 我再开 不是这样 你这个菜地一开 就是这么大 那这么大的话 就是说往后 可能都是会用这块 这块地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 这个大环境控制之下 我们唯一环境 我们可以调整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年 我把 我把这个空心菜 种在第一块地 那我明年可能 就会把它换到 第三块地 第四块地 就是不要同样 种在这个第一块地 那大家就说 你这个 你怎么会去记得 就说我 我前几年 因为 因为刚刚我讲说 不要连续三年 种同样的菜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菜园 你对于前两年 种什么菜 你要有概念 那这概念的话 尤其我们这个 这个年龄越来越增长 有的时候记忆力 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大家 如果说真的对种菜 你要替菜园 写一个简单的日记 就是至少 至少说 我这一季 比如说 2023年的春夏季的蔬菜 我在菜园的这个地方 我种什么菜 这个地方种什么菜 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图 那为了要 就是说方便你记录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菜 菜园里面的每一块菜谱 小区块 你可以编号 把它编号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看到那个编号 然后你就 再看看你的这个 简单的日记 你就可以记起来 我前两三年 甚至五六年前 我种过什么菜 那种这块地 种在这边 有什么效果 那如果说效果好的话 我们可以就 依照那个方式继续种 如果效果不好 换个地方 然后换个赛土的时间 这些的 尤其如果说 还有那个虫害的话 就是说下一季的赛土 可能要再更长 不是说基本的赛量 赛土而已 所以这个 写这个菜园字记 有很多的好处 大家如果说 就是说条件可以的话 尽量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会发现说 你可以从这个菜园字记 就是说 得到很有用的一个结论 也让你对于 送菜的这个知识 很快速的可以累积 你不会忘掉 那除了这个以外 菜园日记以外 好 那我们现在讲 那我要种 爬藤类的 比如说 挂类 果类 这些 我要怎么准备 那我们平常的话 华人的这个家庭里面 很多人都种 百香果 对不对 是 百香果的话 你可以提供这个 水瓶的这种 这种支架 打这个架子 那我也试验过 百香果 你就是种成那个垂直式的 那个大架 就是说上面一条 一条杆子 你可以让那个 百香果垂下来 它那个采量也很好 而且采光的效果也很好 这是百香果 那如果说黄瓜 那当然是用 相对的就是比较垂直 你就是提供的 一条线下来 上面也是一条 一条水瓶的那个竹竿 然后把线拉下来 把这个 诱导这个瓜藤上去 像这个 就是豆类跟黄瓜 都可以这样种 那至于丝瓜 这个冬瓜 古瓜 它的藤蔓很多的这种菌 我倒是比较建议说 用最平的那种 那种架子 当然你这个架子 把它弄得有一点清闲 面对的这个洋花 那当然采光会更好 那像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苏瓜 冬瓜 土瓜 葫芦瓜 甚至南瓜之类的话 我们一个原子上 就是一个苗状 你要准备 至少100平方英尺 这个架子 讲是讲100平方英尺 可是你回想过来 100平方英尺 就是10英尺 乘上10英尺 对 其实10英尺 乘上10英尺的 这个空间的话 这个平面的话 并不大 因为10英尺才多少 3公尺左右 3公尺左右 那还好 3公尺 3公尺 乘起来这个面积 那当然你如果说 要产量要稍微高一点的话 你可以弄到 甚至扩展到200英尺 那这个 如果说条件有的话 可以扩展到200英尺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产量会更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搭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的空间 并不一定要到 在那个态度 也就是说 架子底下 并不一定是态度 就是说你这个主动 你可以就是说 只有在苗爽那个地方 你把这个态地 经营好一点 你把这个 这个架子 你可以架在这个 比如说 后院的空地那边 那这个空地的话 大家就说 那我有这个草皮 这么拌 也可以做 那一般我们 搭这个架子的时候 我常常建议大家 用那个T-post 当柱子 就是那个钢柱 这个钢柱的话 一般在Lowes 或者是Home Depot 它都有拌 就是至少六尺的 到八尺之间 然后这T-post 有一个好处 你如果说 把它钉到土里面 尤其我们就 这种黏土层 比较多 你钉下去 很容易就可以钉下去 用铁锤 你要钉钉钉钉钉钉 把它钉到一个高度 不要说太矮 太矮 你如果说 一直弯下去 你可能到时候 要做保养 纹布工作 也比较不舒服 就有相当的高度 也就是说 原则上 就是说 你要进去那个刮棚底下 你待会投击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了 而且就是说 挑高的话 有个好处 底下的草皮 不会受到破坏 所以说 这种情形的话 你就把这个刮架 弄到这边 那柱子是用 这个钢柱之外 你那横条 你可以去买那个木条 或者是家里有竹子的话 用那个竹竿 把它绑起来 这样就好 那这一种的 这个刮架 有个好处 如果说我今年 我不想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不好看 没关系 下一季的话 你要拆 也很容易 因为钢柱跟这个 上面的这个横条 它不是用钉的 一般都是用铁丝绑起来 你把铁丝拆掉 就是 而且那个T-Post 我们要从它 那个Landscape的这边 移除掉 很容易 摇两三下 一拔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有这个好处 那这个是 有关这个 爬藤类的 我刚刚讲说 这个 这个 刮藤 爬藤类的这个 刮类的话 一个苗床 100平方英尺 到200平方英尺 就很足够的 那我所谓的一个苗床 的意思就是 照我上个礼拜讲 刮类的话 最高产量的话 是一个苗床 重两颗 然后那个苗床的话 可能 它的直径是 差不多三英尺 差不多一公尺的 一个圆圈 圆的一个坑 你挖 挖下去 大概 一半到两次的深度 把这个 这个苗床 好好准备好 那这个是 重两颗 两颗 所长出来的话 它的所谓需要的 刮架 就是 100平方英尺 到200平方英尺 那超过200平方英尺 它就会长得 比较细细 OK 当然也更好了 但是不必要 因为我们后院的 这个空间有限 那另外的话 对于这个 茄科类的 这种食物的话 比如说 番茄 茄子 辣椒之类的话 我比较是 建议大家 去用那个大的 那个番茄架 一框上去 基本上就足够了 这是最方便 当然如果说 大家如果说 嫌那个大的番茄架 一个大概五六块钱 嫌贵的话 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 这个番茄 它这个开枝散叶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 竿子 这个竹竿 把它撑住 这样绑 也很漂亮 它采光也可以 很好 都可以用 也就是说 我们后院的 这个 这个菜谱 所需要用到的 那个材料 并没有一定的限制 那我们就 就地取材 为原则 然后不要浪费材料 可以用的 可以同步使用 我们都拿来 这样子的话 我想就是说 菜园也不会 看起来邋遢 而且我们也 可以不用花太多的钱 是 好 那么 其实要一开始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我都觉得 这欲罢不能 跟吴博士 这个节目一展开了以后 就欲罢不能 但是再什么不能 还是得要能 要休息一下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上半场 一开始 虽然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和吴博士 讨论过 像现在要做的事情 怎么样子 准备你的土 要做的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 再一次展开 又有那么多的 重要的 又不大一样的 新的讯息加入 所以 非常的重要 也再次谢谢吴博士 但是在这 请吴博士 喘口气 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 今天的下半场 好吗 吴博士 好谢谢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德州中文台 在今天和吴哲方 吴博士 带给大家 有机缘地 我们的下半场展开 我是胡美剑 在前一阶段的节目 吴博士和大家 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 在这个阶段 可以怎么样子做 要做些什么事情 以及呢 对于不同的瓜果 要做 帮他们 把他们的生长环境 事先的安排好 让他们可以 自意的发展 生长 然后希望大伙 都有个丰收年 下边我们回到 节目展开 今天的下半场 所以吴博士 我们这个上半场 讲了这么 关于准备工作 来下半场 我们就 按照网例 提出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 好吗 好的 一个呢 是关于在 这个 用什么东西 到地里边 翻土 除了 除了翻土 除了我们家什么 鸡粪肥 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那么我们有听众就问了 他们家 因为有新生的 新生儿 新生儿的那一个formula 我们就小baby 吃的那个牛奶 应该不会是牛奶 就是这些 多了 过期了 用不完了 那么可不可以 倒下去 他们他说 没什么发酵的 这一个要求吧 因为他这个 不可能不是牛奶 是人工配方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讲到了 也是讲到养料 讲到豆腐 豆腐 我们外面买 一盒一盒豆腐 这个豆腐过期了 那么这个过期的豆腐 是不是冰箱里面 拿出来 这个等到不那么冰 我们就可以直接 倒到地里头去 或者加点水 拿那个果汁机 把它blend 打碎 加水 变成了 不像豆浆的豆腐 渣子水 然后倒下去 然后我们也听众 这位听众说 他说他其实他种的是 他想问 这样子 放菜地里好 还是放到他的 种的果树 或者是瓜的下面 这样子 我想这两位听众的问题 我们先请吴博士 先做个分析 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 稍后我们再 再往下走 好吗 可以 好的 第一个 就是baby formula 甚至就是说我们在 大人吃的这个牛奶 如果过去 里面结块 这个 当然都可以用在这个 太帝上面去了 那如果是全脂牛奶的话 因为他的脂肪含量比较大 我曾经就是说 收集我那个两个宝贝孙子的 那个喝不完的牛奶 结果我把它收集 收集到后来 居然那里面变成起子 结成起子 我就很好奇 而且这个真的是起子 因为闻起来 它变成 本来牛奶应该是 就是说喝不完 过久了会酸掉吗 它不是 它在那个桶子里面 牛奶桶里面 变成那个起子的那个香味 所以这个就给我一个idea 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个全脂的话 我们一般大人 这个全脂的牛奶的话 应该是 你把它倒到堆肥桶里面 让它先发酵 让它分解 不然的话 你这个直接倒到菜地 恐怕它分解 在过程当中 恐怕对植物不是说很好 可是这种低脂的这种牛奶 或者是baby formula 我想 基本上 你要再把它倒到菜地之前 你先把它冲蛋 比如说碎碎 你一份的这个 吃不完都是formula 碎个三五倍的碎 冲蛋了以后 直接浇上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没有那个 固体的那个 物体在那边 它直接就可以渗到 那个土里面 至于这个豆腐 豆腐汁 或者是 我们过期的豆腐 你要 要这个 放到菜地上 应该都可以 但是就是说 最好当然就是要 刚刚我们祖博讲的 就是把它打碎 打碎 变成异体的时候 再来使用 那再使用的是 因为豆腐 它还是有那种 那种固体的物质 如果直接撒在菜地上 怕说其他动物也会来 对不起 对不起吴博士 刚刚你说 那个其他的 比如说有这个 野生动物 或许不会的 虽然它是树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样子的话 倒是建议 你这个已经打好了 你就挖一个 浅浅的一个土 土坑 所谓的浅浅的这个土坑 其实就是 把地扒开 你把这些 这个液体的 液态的 这个 撒碎的豆腐 你就把它 撒在上面之后 你再把土坑 轻轻盖起来 那这个深度不需要 说真的 两英寸 三英寸 够了 不如说像那个 我们准备苗爪 挖个十英寸 十二英寸 甚至二十 不需要 所以我想这样 应该 可以用在瓜地 也可以用在这个菜地 甚至果树上面 都可以用 尤其像这个豆腐的话 它有钙质 它还有蛋白质 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肥料 你如果说 懒得这样挖 然后自己家里 又有这个堆肥 堆肥箱的话 你就直接倒到堆肥箱 还有我们上次 这个讲到堆肥箱 我们上次讲到说 苗床的准备 我们只讲到一些 牛粪粪粪粪 我又讲一个 就是堆肥箱里面的 那个堆肥 拿来准备这个苗床 也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才是最自然的 那个有机费 大家充分使用 OK 好 这样子的话 就把它全部混起来 然后用这个样子来用 听起来还不错 蛮容易的 对啊 OK 好 那么下边的话 我想另外也有听众的问题 在这儿请吴博士分析 那么这个听众呢 则问到的就是 因为前阶段 我记得吴博士 我们也讲到这个 种瓜 种果树 种菜谱 他问的是说 他的瓜 种在大盆子里头 只要一棵 这个瓜苗就好 还是可以种两棵 或者种三棵 最主要是 不知道它长不长得起来 会不会有这一个 会不会有这个 长到一半了以后 结果腰折了 他说腰折了 会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就想问问看 是不是可以种两棵 或者三棵呢 这样子可以吗 它是一个大大的盆子 那我就问他说 你种两棵 种三棵 万一都活了呢 怎么办呢 他说那个时候再看吧 我说如果都活了 你舍得掐掉任何一棵吗 他说那时候 我再把它挖出来 我心里在想 那个时候都已经 你确定它活 都已经长得不错了 抽牙了 你挖出来 挖出来后 它还活得下去吗 没问 我们听众 我来问一下吴博士 我想问的是 如果它种了三棵 在一个大盆子里 三棵苗 都长成了 而且都很壮硕 那么要分怎么分 然后如果这个 还没等到那么久 我们在现在种下去之后 我们就要看看 这一棵苗 这株苗可能长不好 健康不佳 我们怎么样子来分辨 哪一株苗是可以淘汰的 我想请吴博士来谈一下 可以 这个也讲到 我们的盆栽的原因 盆栽原因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种这个瓜类的话 至少是用20寸盆以上 或者是24寸的盆 当然我们有很多 我们在做这个landscaping的时候 不是有栋栋吗 那栋栋的那个花盆 如果说大壳的栋 那个花盆就相对比较大 只是这个花盆 因为看起来黑黑的 美观上面是 稍险不足 可是在后院我们自己种 尤其如果说 躲在菜园后面的话 倒也还可以 但这个的 像这一种的花盆 往往可以大到 超过两寸 超过24寸以上的 两尺 三尺大 甚至那么大的 那如果是超过24寸的话 这一种的花盆 你可以在上面种个两颗 就是说苏瓜也好 葫芦瓜也好 或者是这个 虎瓜也好 你可以种两颗 但是你要考虑到 你这花盆一种 你是不是要提供它 我们刚刚讲的 100平方英尺到200平方英尺 这是理想的状况 当然没有的话 那你只好就是说 空间稍微小一点 那现在再来说 一个苗床 我一直强调 一个苗床 种两颗 因为这样子 你种两颗的产量 跟你种一颗的产量 或者种三颗的产量 两颗种出来的 你如果说 棚架的面积是一样的话 两颗的产量是最高的 而且这两颗要种的时候 距离要一英尺 就是12英尺 你不要两颗 塞白塞的这样种 它会打架的 这样子 要大概一英尺 这样子种的话 让它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发展 这样子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说 如果说种这个盆子好 那你如果说种到三颗 你三颗都很好 可是因为你一个盆子 就只有两颗 所以基本上 你还是得淘汰 把它淘汰掉 因为你如果说种到一个 一般人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这个生长是 好坏的时候 至少那个 那个生叶已经长出来 两三片以上 这个时候你再来 在移植的话 它根会上到 它后续的那个生长 是会减弱很多 所以你移植出来种的话 不是说很好的一个方法 而且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般在播种的时候 一般都是强调说 一个孔穴你要播三个种 三粒种子下去 到时候长出来 可能是一颗 可能是两颗 可能是三颗 从里面再去保留最壮的那一颗 把那两颗就减掉 就不要了 所以一般是播种 是这样子播种的 那你这个苗场 如果是你本来就要种两颗 你就是有两个孔穴 每一个孔穴就是 要三粒种子下去 播种这样 那有些的朋友就说 哎呀我这种子难得 那我一下三粒 如果三粒通通长出来 那我这种子不是浪费掉了吗 所以我们会看 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 我的种子 我可以先去 好像孵豆芽一样 让它在那个paper tower里面 待个大概三五天 它开始 你可以看到它开始要发芽的 那它一开始要发芽 你表示说这个种子是好的 而且它看那个生长次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种子以后长出来的苗 是壮的 那你就 这个时候就不用说 一个孔穴就放三粒了 不用就放一粒就好 这边也放一粒 那这样种子可以生下来 是一般就是节省种子 因为在海外 你要拿到这个故乡的这些 蔬菜的种子也不容易 因为瓜类 豆类都不容易 那我们用这个手段 来节省这个种子的这个用量 所以 你如果说真的碰到 那三哥 我还是建议说 你把那根拔掉了 不要了 这样子 另外我只在想到 你如果是种在花盆里面 因为你花盆可以种 你也可以把它攀在哪里 攀在那个果树上面 如果说你这个瓜类 是会开很多花的 它也可以有那种装饰的效果 像我曾经试验过 就是比较矮的 甚至就是琵琶 我把它修矮一点以后 那琵一般的话 我在旁边种一颗 那个丝瓜 也是很大的这个花盆 里面种两颗 好 丝瓜一掌上去以后 因为丝瓜在夏天 那个花开得漂亮 不管是公花还是母花也好 对不对 那你把它 让它在这个landscape上面的 那个就是矮树丛里面 全部都是那个黄花 其实远远看起来 蛮漂亮的 如果你 只要你 不管是谁 如果说不知道这个是 是瓜类的话 蔬菜 你会觉得这个种的这个 这个盘藤类的这个株 怎么这么漂亮 这个整个的细刃都在开花 也可以试着这样子 也就是说 除了刚刚讲的说 这个花架 100平方英尺到200平方英尺之外 如果说有后院有果树 可以利用这个果树 而且果树的话 一般比如说我们柿子 或者是梨 它都 柿子的话大概9月才收成 然后梨大概是 大人就收成 等到你这个花藤 攀到那个树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树 基本上就 也不太需要 什么多大的阳光 那你让这个花藤上去 正好 补这个美中不足 而且后院 整个后院都是花 看起来 其实也蛮漂亮的 而且你如果说果树 你种了这个 让爬藤类 这个丝瓜 也要 还有那个苦瓜 我最喜欢用这两种 因为这两种的花很多 而且尤其苦瓜 它有那个香味 你把它攀到 比如说柿子树上去 之后呢 柿子 它已经结了柿子 它里面继续长 那这个苦瓜 成细细细细的 在柿子树上面 它可以concuse那些松鼠 就是松鼠的话 它从此不会来吃你的柿子 这是这个有 具有这种保护这个果子的功效 一举树德 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倒是我们大家真的叫一举树德 这样子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 一举树德之外 鱼与雄掌兼德 反正这种好事 我们都希望能够占满 占全 好 下边 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 因为已经到了二月中了 我们的温度会越来越热 会越来越这个暖和了 暖和了 所以我们在浇水方面的话 一般来讲 我想请吴博士 能不能跟大家来谈一下 通常在菜地 我们浇水 当然我们知道 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浇水 但是有的时候 你这个阳光实在是过热 热到你会看到那个菜 就算你早上浇过了 但是那个菜叶子都腌了 好像这个脱水的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在浇水方面 你们请吴博士 事先跟我们的听众 再一次的谈一下 要怎么样子能够 能够让这些菜 这个蔬菜类 能够在炎热的高温下边 能够不要受到太大的损害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问到了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听众常常就是问的 就是我要怎么样子水才叫做浇垢 这个不是说我种在盆子里头 我给它这个上面放一个 放一个水龙头 开着小小的 让它慢慢的流啊流啊 流流流流 流到它 哦 满起来了 然后呢再降下去 好 我代表这一盆我浇满了 水浇足了 可是我在菜地 这个地上面 我要如何才确定 我这个水是浇足了 然后听众不一定都有 我们讲的sprinkler system 所以呢就是拿这个水龙头 在那浇的 要浇多久才叫做浇足 我怎么样子才叫做它 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有水滴 那我这样子花洒一下 劈里啪啦洒过去 都有水滴了 我要怎么样子来看 所以这一方面 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大概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 我先请吴博士来谈一下 这个浇水的话 是一个很有趣的科技 但是这个在讲这个浇水阶 我也想到 刚刚讲到这个瓜果类 我们华人圈子里面 很多人喜欢吃那个 韩国的黄香瓜嘛 对不对 黄香瓜的话 这个粽子啊 跟其他我们瓜类粽子 是一样的 都没有什么 对哦 我忘了这位听众的香瓜 哎呀 还好刚才事先跟吴博士沟通一下 要不然后来播出去以后 我被这听众拿豆腐给砸了 谢谢吴博士 不用怕不用怕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三个臭皮 像胜过一个猪鸽量吧 对不对 我们两个人 还好还好 事先跟吴博士沟通了一下 讨论了一下听众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 哇妈妈咪啊 我会被听众给妈臭头了 谢谢吴博士 谢谢吴博士 那就请吴博士 先把这个问题先分析一下 好 那这个 这个香瓜的话 因为它的瓜类比较细 用花盆来种的话 可以种得很好 我也试过用这个24寸的盆 种这个黄香花 效果不错 那这个黄香花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大的番茄价 来利用就可以 但是因为这黄香花 实在是太香 有的时候可能 这野生动物会来吃 或者小鸟会来煮 所以那个黄香花 这个结果之后 你要提供适当的保护 适当保护的意思 就是用袋子把它套起来 那你如果说 没有这个专业的 这个农业的这种套袋 我们就用那个牛皮紫袋 就比如说到Burger King 到McDonald去买的时候 它那个Bron Bag 来把它套起来 用那个四角绳 在那个地头的地方 稍微轻轻地把它绑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是黄香花 那再来的话 讲到这个浇水 我们分成盆栽的浇水 跟那个太地的浇水 盆栽的浇水 基本上你花盆越大了 它水分的保持会更好 那你如果说是小花盆 一般的我们浇水 就稍微比较麻烦 就是说我们这个浇水 你不要用水冲 不要踏一下冲下去 不要 你轻轻地 就是说轻柔的那种 那个撒水头 浇 浇下去 一定要浇到 看到那个水从盆底流出来 就是说浇水的时候 第一次盆底水流出来 还不算 你过了十分钟 十五分钟 再回过头来 再浇 你盆里面水再流出来 好 然后再过十分钟 十五分钟 再回来再浇一次 浇到它的水流出来 好 三次 三次的话 就一次是浇三次水 好 那就这样子的话 就确保说你这一次的浇水 是应该是 基本上是够的 那你如果说还要再确定 因为什么呀 你这一个划盆 如果种久了 它里面土味会硬掉 那土味硬掉的时候 因为常常浇水 那个在盆里面 它就会形成一个 一个那个冲水道 就是说你这个往往水 一浇下 就从这个水道流出来 其实划盆里面 不是全部水都是浇到 所以你会看看 如果说你浇 怎么我第一次一浇 不到几秒钟水就流出来 那你要怀疑这是现象 那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就要用那个毯子 把花盆的土 再轻轻地翻一下翻一下 松一下手 松松松松松松 然后你下一次在浇水的时候 你要看看 它就不会这么快就流出来 那如果说它是比较慢 流出来的话 那表示说 你浇的水 它是均匀地散布在花盆里面 这个是盆栽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那个要件 一定要注意 我刚刚讲到 大的花盆保水量 保水性比较好 小花盆 往往一两天 它里面土都干掉了 所以这个小花盆的 那个浇水 如果说你每天都要浇的话 基本上就比较不需要说 浇水浇三次 如果说昨天也浇 今天也浇 不管是不是大太阳 应该浇 顶多顶多早晚浇一次 不用算三次 浇水浇 只有那个大的那种花盆 才需要 因为我们要确定 花盆里面的土 都有吸到水分 然后再讲到这个 太地 太地的这个浇水 我们浇水当然是 你可以浇到叶片上面去 顺便洗一下 那个叶片 让叶片更干净 那但是呢 你在浇水的话 重点还是要在地上 那个菜地上面 那菜地上面 你不要以为说 哇我浇的这个菜地 好像已经在淹水了 这样子应该够了 这还不一定 我们一般浇水 什么样是够的话 一般的浇水 你如果说只浇个三十秒 一个地方固定这个地方 浇三十秒 还不一定够 为什么呢 你这个浇三十秒 你想想看 菜地是一下子分散开来 那我们最理想的 这个菜园的这个植物生长 一个星期要有 一英寸的雨水 一英寸的雨水 那一英寸的雨水 你如果说 分散到每天来浇水的话 也就是说每菜地的每一个角落 就是一英寸除以七 那你这个2.5公分的话 除以七的话 大概0.4公分的那个水量 所以你看啊 0.4公分 你再把它一个菜地 比如说三公尺乘上三公尺 就九公尺乘上0.4 那就是多少 九公尺乘上0.4 就是等于是3.6 那个是公尺的 当然是 百分之3.6的话 那个地方公尺 也就是说 变成说 要好几公斤的水才够 那好几公斤的水 你一个菜地发30秒 绝对不够的 可是呢 这个是用科学的计量的 可是我们一般 重赛哪有那么麻烦的 对啊 如果真的要这样子去算的话 我想我们 百分之60到80的 大家没有办法做 那就放弃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懒人的办法 就是说 我现在菜地交好 我觉得已经够湿了 好 你这次交了以后 过了五分钟 你用一个小菜 你在菜地空的地方 你把它挖下去看一下 看菜地里面 它至少要湿润的地方 至少要有1英寸 它的那个水 渗到1英寸 这才算是 一次的那个浇水 大功告成 就是说你浇了以后 过一阵子 你再去挖来试试看 你不要马上试 因为马上试 水它没有那么快渗下去 你要揉取它一段时间 去检视一下 如果说我只有表面 1公分是湿的地下 要看巴巴的 不够 那你还得浇 然后这个浇水的话 一个很大的原则 水的话是 多量 早餐 也就是说你一次水 浇水 不管什么植物都要 一次水要浇到足 足量 让它饱和 但是你不要天天都让它饱和 天天都让它饱和 那个植物的根会刺激 就会死掉 会烂根 所以浇水的一个原则 多量 早餐 一次吃大量的 但是 参数的话 那个频率的话 不要那么高 这是最高原则 那每一次 什么样叫做饱和 就是说 浇水浇了以后 过个五分钟 你知道菜地 空档的地方 用毯子下去看看 我这个水 这次浇的水 我水渗到什么程度 当然如果能够渗到 五公分 十公分以下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样才能够保持 就是说 我的水也不会浪费 因为现在水也是很贵的 然后呢 不浪费水 可是呢 我又达到最佳的 那个浇水的效果 这是浇水的一般原则 OK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也不会想说 哎呀 我这个水叫白浇了 或者浪费掉了 看到水费账单的时候 呼天抢地了 因为透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 这个看到水费账单 现在看什么账单 都呼天抢地 这个电费标出来了 标标的那么高之外 油价上涨之外 瓦斯费也涨的是 水费也涨 水费也涨 什么都涨 所以呼天抢地的情形 每家都有 最佳的利用 OK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屋檐的话 下雨天的时候 可以接一点 那个 那个雨水 也可以当 菜园浇水来用 像我 我后院的 那个屋檐 以下 永远的 我就看气象报告 哎 有可能下雨 我的空的桶子 就先摆好 让它水 滴滴滴下来 这个 一般的话 一次下雨 也可以收集到 好几起家伦的水 我觉得 不无小补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刚刚我们主播讲到的 就是说 大太阳 那个叶子都枯下去了 我怎么浇水 如果真正的 其实这个 大太阳下 叶子枯下去 这是植物的 自然的 这个 自保的措施 它就是 因为太阳太大 它来不及 提供水分 让这个植树 去生发 它就把叶片 面积缩小 几多氧化面积 但是缩小一下 等太阳过去了 它又会挺起来 所以 暂时性的 这个 叶子这样子 就是枯下去的话 没有关系 怕的就说 我一直哭哭到 太阳下山 它也不起来 这个就不够 所以 碰到这种情景 大太阳的时候 能不能浇水 是可以浇水 不是说人家讲说 不要浇水 但是浇水要有方法 你现在碰到 这种大热天 就像我们人在大热天 哎呀 好热好热 我想跳到冷水里面 去洗一个澡 不能 这个是 一下子从热 急热到急冷 那你可能会被中暑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浇水 我们先 先用那个 那个洒水头啊 就是对着空空间 空中 你就做成那个 激水滴的那种 雾一样 水雾这样子 先慢慢喷这个叶子 那让这个叶子 慢慢慢慢慢慢 它会有那个水滴 在叶子上面 这样子的话 它可以慢慢的降温 那降温到一个程度 你再在太地的这边 再补充一点水 这样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说 啪呀 那么热的天 我很强的水度就过去 它也会受伤 很重要 是 好 再一次的谢谢 吴哲帆吴博士 在我们今天 这么快啊 好快啊 时间好快啊 在我们今天这个第二次 这个月第二次的节目啊 又一次的带给大家 如此丰富的内容 谢谢吴博士 谢谢吴博士 那么下半场的节目 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和吴博士相约 下周月 对 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们继续和吴博士 谢谢吴博士了 谢谢 OK 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 拜拜